2001年9月11日 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 阿富汗塔利班被指控为这一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本拉登 以及其基地组织提供庇护 美国决定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 2001年10月7日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式宣布发动阿富汗战争 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空袭塔利班军事基地 英军协助美军作战 另外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提供后勤支持 2001年12月9日 塔利班在最后一个据点坎达哈宣布投降 塔利班政权终结 2001年12月22日 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 可尔扎伊任临时政府主席 此后塔利班残余势力同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进行游击战 到2010年 驻阿富汗美军人数曾一度超过10万 2011年5月1日 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击毙了本拉登 2017年8月21日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军从阿富汗匆忙撤军会造成全力真空 美军必须为胜利而战 同时增兵3500人 此前他曾表示要从阿富汗全面撤离美军 2018年10月 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 2020年2月29日 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首都多哈 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 但此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如约实现在期限前全部撤军 2021年4月14日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于今年9月11日 也就是911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之前 从阿富汗撤出全部美军 2021年5月 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 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2021年7月2日 作为阿富汗战争里美国军事力量中心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被移交给阿富汗政府军 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结束 2021年8月15日 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说 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 据今日俄罗斯等媒体报道 加尼已同意辞职 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阿富汗总统府方面的证实 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发动的 已持续20年之久的阿富汗冲突 是美国耗时最长的战争 这场战争造成超过2300名美军士兵 及数万平民的死亡 令四位美国总统不堪其扰 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十分惊人 据战争成本核算项目称 美国的一笔笔阿富汗战争开支令人眼花缭乱 总计达到惊人的2.26万亿美元 但现在看一切又回到了原点